現階段中國大陸生產晶片的良率 如果跟台積電的良率相比 可能落後三年 但是中國大陸照不照得出 先進製程的晶片 它是照得出啊 華為跟比亞迪強強聯手 硬派SUV 乾坤自駕這個車啊 真的達到了一箭抵達 好 這一節我們要來關心產業消息 美國政府對華為啟動的出口 盡力現在已經達到五年了 那長期華盛頓就是在 二支大陸的晶片發展 但是成效很少人會再討論 今天我們要來特別拆檢 看到的是 每年拆解100種電子產品的 這位是日本半導體Technite的社長 他語出驚人表示呢 大陸晶片實力已經達到 比台積電落後三年而已 這樣的一個水平 針對這樣的發言真實性 委員如何看 坦白講來自於日本的評論 我通常都會打一個折扣啊 就是因為其實日本的 這個各行各業 對中國大陸都不太友善 所以呢你叫他們 從他們口中去講出幾句 對中國大陸比較好的稱讚 大概也不是很容易 但是他說這個比台積電落後三年 那要看怎麼比 他究竟要怎麼比 就是說中國大陸要生產出像 台積電這樣的良綠的產品 落後三年 還是說中國大陸要生產得出 台積電製造水平的這個 比如說5奈米 7奈米這樣的一些晶片 需要三年 那麼我覺得比較可能的是前者喔 因為從華為的最新的幾款手機都可以看得出來 中國大陸現在已經有能力生產出7奈米的這個晶片喔 那當時大家完全認為是不可能的 因為美國那時候要封鎖中國大陸 就是希望把中國大陸擋在比如說32奈米喔 就完全沒有辦法再往下進行這個更 更先進的這個晶片的生產 但是中國大陸用了他的方式去突破了這樣的一個技術上的困難 那當然你說去突破這個困難的同時 他有沒有付出一些良綠的代價 外界的評估當然是可能有的 也就是說以現階段中國大陸生產晶片的良綠 如果跟台積電的良綠相比 可能落後三年 但是中國大陸照不照得出這個先進製程的晶片 現在看起來它是照得出 那你更不要講說前一段時間我看到的新聞 說光刻機的生產 就美國認為說我不准ASMO的光刻機 這個進入中國大陸市場 甚至我連維修都不准 他們去幫這個中國大陸現有的光刻機來進行維修 他想說藉著這樣的方式就掐死 中國大陸的這個晶片的整個的這個製程了 可是沒有想到其實中國大陸自己 他們內部的人就提到了 其實中國大陸在70年代就已經有能力在做光刻機了 可是只是因為當時的那個產業分工 就你既然ASMO做得比較好 不需要啦 我買的到我幹嘛要自己做嘛 這就是所謂全球分工的一個概念 那現在好啦 你現在不讓人家賣它 你就是逼它重新pick up 把那個70年代的光刻機技術重新拿回來 重新開始在那個基礎上開始進行研發跟突破 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的公開訊息是 中國大陸已經可以生產28奈米的光刻機了 而且馬上就要投入量產了 那個這個是上海的這個一個在做光刻機的工廠 而且它準備在A股要上市了 那麼不只是這個喔 最近我看到的訊息是中國大陸還有另外一個 這公司宣稱說他們可以做出5奈米的這個光刻機 他們也達到這個突破了這些技術的瓶頸 所以其實現在看起來啦 就是說當然短時間之內 中國大陸會因為來自於美國的這些科技圍堵 跟科技封鎖 會有一段很辛苦的時間要突破 但是長遠來講 不管是晶片的良率或者是光刻機 他們都可以解決這些問題的 嗯 好 確實喔 這個美國的這些壓迫之下 逼出了大陸的潛力 不管是在晶片或者是光刻機上面 所以我們現在也要來看到的是這個是華爾街日報的報導 說呢 華為最新一代它的性能可以媲免NVIDIA H100的AI晶片 升騰910C 目前正在進行大規模測試 最快10月就可以向國內客戶來做交付了 那華為如果成功真的可以生產它的升騰910C的話 那另外一方面我們知道的是輝達也繼續受到美國的出口管制限制嘛 輝達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下 會不會逐漸失去它過去的一些優勢 市占率的部分會不會滑下來 那我們之後也會看到說美國可能持續的來 對升騰910C也會來做制裁嘛 莊老師怎麼解讀 我就從剛剛大千兄講的來做接棒了 來上節目前我特別上網搜尋一下NVIDIA H100 這個匯度卡售價多少還真的查到的 含稅包有140萬台幣 不過它有管制賣到中國大陸啦 那當然這個它跟AI有什麼關係 因為AI的這個運算處理啊 包含大量數據跟非常繁複的預算 所以必須這樣用NVIDIA H100 晶片這樣的匯度卡 這個GPU才跑得起來 當然啦 剛剛大千兄講到說 這個中國跟美國落差 跟日本落差三年 這三年到底是多久 有可能是一個不久的將來 那當然這邊提到說 也是媒體宣稱嘛 因為華爾街日報嘛 它提到說深藤910C相當於這個NVIDIA H100 這也是媒體的估計 因為所謂的深藤910C呢 目前並沒有在任何發表會上看到 也沒有任何實測數據出來 也沒有看到任何訂單 那在業界的什麼論壇 也從來沒有它蹤影 只見於媒體報導 但是我們對這個深藤910C的進步 對中國的這方面科技的進步 給它按一個讚 它這個名字很有意思 深藤它英文叫Ascend A-C-N-D 就是步步高升一路向上的意思 那取這個名字 當然希望帶來好運帶來激勵 但是我們必須面對現實 首先如同剛剛講的 製程 這個H100 兩年前就已經問世了 那一年半以前市場就有了 那就算Ascend做得到跟H100一樣 什麼時候投產也不知道 再來是量力的問題 人家做10顆有9顆OK 如果說你做10顆就1顆OK 那當然不夠力嘛 第三個是價格CP值 高不高 所以為什麼這個華為做的是手機 可是用 用它的中性的晶片 中性卻賺不了錢 因為量率太低 只能貶強做出一部分 給華為做手機而已 那最後呢 我們再來思考就是說 到底美國會不會繼續封鎖中國不賣H100 如果說真的 深層九一尼西 它的功率 都跟這個H100一模一樣 那美國就沒必要封鎖了嘛 何必自斷財路 就跟我們國軍照得出來 我們買IDF 美國就賣F16了嘛 沒必要不賣 做得出天荒飛爛 就賣愛國者一樣嘛 另外一方面呢 有沒有看到世界各國的訂單 完全沒有嘛 如果真的這麼好康 這要強著買嘛 所以我們恭喜中國在這方面有一個大步的向前 但是整個產業來講 就跟黑悟空一樣 雖然是3A遊戲的傑作 但是目前的遊戲產業 還是美國日本為霸主 那同樣的現況 我們還是必須謹慎的思考 好 我們看完半導體晶片產業 我們來看看的是另外一個 是電動車產業 因為我們知道的是加拿大8月26號 宣布10月份開始會對所有 從大陸進口的電動車課徵100%的關稅 而就連在上海生產的特斯拉 也會一樣得課關稅 而且是重稅 大陸面對電動車的出口 被課徵關稅 對內則是趕快來做這個企業 要增強自己的實力來強強聯手 我們看到這一齣的強強聯手計劃 是來自比亞迪的方程報 還有華為的乾坤自駕 8月27號正式簽署合作 接下來會做首個 是全球的硬派專屬自駕方案 搭載在即將上市的這台車 畫面上我們看到這個是 方程報爆巴車型的上頭 所以這一台車上面 未來就是會被完全的智慧化 我們看到這一次有華為 然後做這個強強聯手 請華乾哥來幫我們看 如何看科技巨部的強強聯手 跟比亞迪 那西方持續的圍堵之下 大陸電動車如何靠創新突破 我說加拿大你真敢 你真的已經 他也跟進了 對他10月1號就要 課程百分之百的 就是電動車的關稅 他說杜魯道總理 他講了 他說真的你們真的是低價傾銷 我不得不這樣做 可是你沒有想到 這是市場機制啊 你怎麼可以這樣做呢 對不對 他說這個去年 已經進口了百分之460 高達44萬輛的電動車 中國電動車 那你沒有需求 為什麼人家車子會訂單會來呢 你要反思這個問題嘛 那所以說我一定要課你百分之百的關稅 好 那我們就由市場來去決定 在這個同時 你知道 華為跟比亞迪強強聯手耶 這個意義非常重大 你知道為什麼嗎 這個叫做硬派SUV 什麼叫硬派SUV 就乾坤自駕這個車啊 其實我跟你講 真的達到了一鍵抵達 什麼叫一鍵抵達 你開始開車坐上車開車 你一個按鍵按下去 一鍵就抵達 華爾街日報的報導說 華為新一代的AI晶片升騰910 正在進行大規模測試 最快呢 10月份就可以向客戶來做交付了 那目前是說呢 有字節跳動 百度跟中國移動 都有意要來洽購 那初步的潛在客戶說 訂單現在也可以訂到7萬片 總價值20億美元 不過輝達股價 我們現在看到 竟然沒有受到什麼樣子的波動影響 股價13號的時候 繼續的反彈 收盤股價就漲了大約6% 超過6%的一個幅度 分析就預估如果華為接下來 還是沒有繼續遭到美國進一步制裁 那麼未來說這個升騰910C的這款晶片 它的出貨可以達到130至140片之間的一個生產量 華為是準備要挑戰輝達嗎 對於輝達來說到底有沒有影響 委員怎麼看 我覺得對輝達來說 輝達的黃仁勳已經不止一次 對美國政府喊話了 他就認為說 如果美國政府持續的對中國大陸 進行科技圍堵跟科技封鎖 持續的限制輝達的這個GPU的晶片 邁進中國大陸市場 最終會讓中國大陸自行研發出GPU的晶片 然後成為輝達最強勁的對手 他當時點名的就是華為 那麼所以其實你說華為 將來會不會遭受到華盛頓進一步的制裁 我覺得華盛頓對華為的制裁 能夠做的都做了 我實在無法想像說他到底還能夠怎麼制裁 頂多丟一個巡弋飛彈把華為總部炸了嗎 或者他到底還能夠怎麼制裁 所以其實華為在過去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就肩負起了那個民族主義 然後呢復興科技 科技救國這樣的一個任務 那麼我最近看到的一個新聞 不只是華為的這個GPU的晶片 我還看到的是中國大陸有幾個企業 已經對外宣布說他們已經正式的 可以自行生產光刻機了 也就是說如果這個訊息為真的話 那ESMO他要不要賣光刻機給中國大陸的這個市場 已經不重要了 因為中國大陸自己已經攻克了這個技術了 那所以呢 事實上現在看起來 華為的這個升騰910C的晶片 應該是可以順利量產的 不過我要講的是說 被輝達有影響的 除了這個華為的升騰910C的晶片之外 事實上雖然現在華為佔 這個輝達佔了GPU晶片 全球的90%的這個生產量 但是他當然還是有潛在的競爭者 他有幾個很大的潛在競爭者 第一個就是我剛才提到的華為 因為華為被美國這個進行科技圍堵 科技封鎖之後 它必須自行研發 所以以華為現在的技術 跟它的這個能量來說 它能不能夠攻克 這只是時間問題 那第二個對這個輝達來說 它最重要的挑戰是 事實上現在在人工智慧領域裡頭 不見得未來都要用GPU了 我曾經說過說 GPU就是因為它運算速度很快 所以大家就用GPU來進行 這個人工智慧的訓練 跟人工智慧的這個推演 但是事實上 當這個人工智慧的模型 越來越發展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其他不同的晶片 來試圖取代GPU了 譬如說 Google所推出來的TPU 譬如說 這個Glog所推出來的LPU 他們都是專門針對 比如說人工智慧大模型 專門針對人工智慧訓練用的 這些這個晶片 雖然沒有像GPU這樣 可以包山包海 但是他們更專注於 人工智慧領域 所以當這些相關的晶片 未來能夠研發跟量產之後 都會對輝達造成一定的衝擊 好 剛剛我們看到的是華為 在自行研發新的這個晶片 但是另外一頭它也持續的 跟這個輝達的部分 地下取得它的晶片 這是什麼一回事 我們來看到2023年開始 美國雖然是以國家安全為由 對NVIDIA的H100的高階晶片 實施對中出口 但是近日我們來看到 紐約時報的報導說 有調查到揭露一個走私的網路 正在幫助中國大陸 取得NVIDIA製造的強大AI晶片 而且他還說這跟解放軍 是有一些些關係的 我們看到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為什麼白宮跟商務部 這一次特別的安靜呢 Ross怎麼看 這個很簡單 因為是夏天大家都在放假了 對 那個紐約時報的報告 幾個禮拜前出來說 其實在中國所有的最新的晶片 不管是NVIDIA回答或其他公司的晶片 都買得到 但是美國除了是夏天之外 所以在夏天 政府的反應的確是比較慢 另外說實在 拜登政府已經是進入博交期間了 他們其實只有剩下五個月左右的時間 我相信 我相信不管是商務部長雷蒙德或他部下 他們都在計劃明年1月20號以後 他們要去哪裡 因為其實 其實賀經理當選的話 同黨民主黨還是會換人了 所以其實很多政府官員 這些政治人民的官員 所謂的political appointees 他們都在計劃明年要去哪裡工作 所以其實將來幾個月 或許還是會有在 新一波的這些制裁或出口限制 但是不會像以前那麼多 原因是因為他們這些人 只有剩下幾個月 在做這個政府官員的時間 是 那我們剛剛也聊到說AI晶片 委員剛剛也特別讓我們提到說 這個重要性 包括Google什麼都在研發TPU 什麼這種很高階的AI晶片 你有怎麼看 現在中國大陸 我們可以看到AI晶片在快速發展崛起 那美方的策略又是什麼 你覺得未來 這個在相比之下 誰可能走得比較快 我常常說 美國不應該抵估中國的研發能力 因為中國的研發能力是非常非常強 速度也很快 但是美國唯一的辦法是繼續 最新的最高科技的晶片 還是會有限制 我相信下一個總統不管是川普或核經理 還是會繼續往這個方向走 還是會 只要NVIDIA或其他公司有最新的晶片 美國還是會禁止出口到中國大陸去 好我們看到在美方的競爭壓力之下 現在中國大陸 其實華為內部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一個佈局 先來看到它的金融面 這是來自證券時報的報導 說華為再度的發行它的發債融資 而且這個債券發行總額達到人民幣40億元 利率1.6% 期限是130天內要完成 年內的第四次發債 用在關鍵的戰略業務上面 另外在人力上面 他現在努力的向全球交聘 這個是天才少年 而且年薪多少 201萬元人民幣 目前根據了解最缺的職位是大模型算法 那人才供需比的部分 現在是說六個職位會真一個人才 請教張靜老師怎麼看 大陸現在掀起這種AI人才的搶奪戰 和美國比誰可以有比較有機會領先 我想人才是發展實業的這個所需要的基礎 但是你就算有人才 這個你也要融入團隊 而且經過集體的努力 才會有達到集體的成果 所謂團隊精神 Teamwork還是非常的重要 這個滿天都是莫扎特這個蕭邦 但是你未見能夠譜出非常美麗的樂章 那個滿山的諸葛亮 你可能也打不過精神團結三個臭皮醬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來講的話 這是一個文化性的東西 你招募人當然是出高架 這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來的有很多試材 沒有辦法跟人家這個精神團結合作 那最後他也只能用孤方至少 所以有很多人在實業界混了一段時間 又被扔回到校園裡頭 我想大前應該都見過很多這種案例 但是為什麼要刻意用這個高薪呢 其實這也是商業競爭的策略 它是刻意哄抬這個人力成本 讓全世界感覺 因為這個就跟那個定律律一樣 你把這個東西抬高了 那個自然會把人家給吸收來了 那因為你開得起這個價錢 別人呢開不起這個價錢 他就沒辦法跟進 所以他就會打擊競爭對手的競爭力 這是我們在很多的招募之中利用的策略 其實人力的市場並不需要那個高價 但是他打出這麼高價之後 你知道確實會變成 把這個整個人力的供需給市場給攪亂 同樣一個問題可不可以請教大千委員 來幫我們看這個美中在人才上面的真霸 AI 因為我自己在學校教人工智慧的 就人工智慧模型裡頭 其實最重要的需要的專家是什麼 很多人都以為是需要programmer 需要這個程式設計師 程式語言的人 不是 人工智慧發展過程當中 最需要的人才是數學家 數學家 因為所有的人工智慧模型 都是靠演算法建立起來的 這件事情其實不只是我在這裡提到 如果大家看一下華為的任正非 在前一段時間他曾經發表過一個演說 他就強調過一件事 中國大陸的人工智慧如果要徹底的追上美國 我們必須補充大量的數學家 我們必須要全面的鼓勵我們的孩子 去念數學 我們需要提升大家的數學水準 因為整個人工智慧發展的 尤其是大模型 大家看到所謂大模型算法崗位 大模型的算法最關鍵的就是演算法 所以其實我後來在看到華為 有這樣的一個招聘公告的時候 其實我一點都不意外 因為對任正非來講 他已經很清楚的知道 中國大陸現在在人工智慧的應用上 我個人認為已經超越美國了 可是在人工智慧 尤其是像大模型的演算法的研發上 他還需要更多的力量投入 我相信這就是為什麼華為 這一次願意要用高薪的方法 去向全球招募人才 甚至像剛才張靖老師說的 用高薪的方法吸引大家 願意走向這個領域 各位知道 你需要數學家的人才的前提 你必須要讓他知道 你念數學你可以得到高薪 這跟我們過去的想像是不太一樣的 像台灣社會唸數學是冷門 等到大家有一些人發現 那些怪力怪奇的數學家 個個都發大財的時候 大家就會唸數學 對 你要知道變成培養一個數學 你要經過幾十年的努力 對 所以像華為做這件事情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就以前大家當醫生 都想當外科醫生 當什麼心臟外科醫師 可是現在為什麼 大家都想當整形科醫師 因為整形科醫師 年薪轉得遠超過於 你看到的這些心臟外科醫師 什麼腦神經外科醫師 這就是一個價格決定市場的道理 今天當華為丟出了這樣的一個規劃之後 他馬上就可以鼓勵中國大陸的相關院校 去徵收更多的擴大數學系 招收更多的學生 他也可以鼓勵中國大陸的人才 都轉往數學這樣的一個領域來發展 在任正非的演說裡 他講得非常清楚 數學家的多寡 數學家的實力的強弱 決定了一個國家人工智慧發展的實力 那這樣看美國相比 剛剛講數學家 未來誰比較有機會 委員又怎麼看 我覺得美國過去 之所以能夠壯大著壯 最主要的原因是 美國是一個民族的大榮爐 他過去是用包容的心態去包容所有的移民 所以他提供很好的生活環境 他又有包容平等這樣的一個能力 所以讓大家願意留在那裡為美國效力 可是我覺得 美國這些年來 越變越美況愈下了 就美國的那個白人至上主義的升級 美國對於這個移民的仇視 美國對於有色人種的歧視 從川普擔任總統一路走到現在 其實已經非常嚴重了 那你更不要提到 美國前一段時間 又在掀起所謂的千人計劃 懷疑所有的華裔的這些高科技的這些科學家 都有可能私通中國大陸 當美國用這樣的方法來對付這些 對待這些外來的移民的這些精英的時候 最後的結果就是逼著他們回到自己的國家去 所以其實我覺得 美國跟中國大陸現在正在一個消長的過程 當中國大陸全面的吸收更多的人才 呼籲全世界的人才 用高薪來吸引他們到中國大陸 而美國卻想辦法用各式各樣的方法去監督 去懷疑這些科學家 他們對美國的忠誠度的時候 其實這樣的高下立判 也許中國大陸現在還在緊追的階段 但是我覺得很快 如果美國還不改變它這樣的做法 中國大陸很快就會超越美國 這一節我們持續關心這場美中的晶片戰 美國持續的對中國大陸的科技封鎖 是讓大陸現在難以取得先進晶片的技術 但是目前我們看到大陸政府 雖然積極推動它的半導體產業要自主來做發展 但是這一位艾斯默執行長富凱 他仍然怎麼說呢 我們來看到富凱他特別表態 目前大陸晶片製造技術 他說仍然是落後美國長達10年的時間 他認為短期內還是無法自主研製的 尤其在即子外光機的部分 是他特別點出來的 不過全球他也提到了 市場對於大陸生產的這些成熟製程晶片 目前還是有極大的一個需求 將有助填補整個歐洲市場的缺口 我們來看到是歐洲各國現在自產晶片 目前只能滿足市場總需求大約有一半 怎麼看歐洲接下來的晶片荒 還是要中國大陸幫忙 但是你看到艾斯默執行長 他說了這樣子的話 暗奉大陸的晶片製造技術 鳳馨姐 我不認為他是在暗奉 我覺得他反而是在喊話 就是希望美國不要再強壓著艾斯默執行長 然後跟中國大陸之間要脫鉤了 因為前一陣子不是一度傳出來說 拜登政府要要求所有的盟友 包括了荷蘭 日本 韓國 要完全的斷絕跟中國大陸之間半導體的 這些提供供應 那荷蘭最重要的其實就是艾斯默執行長 他要求艾斯默執行長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現在艾斯默執行長是已經不能夠賣EUV 就是機子外光曝光機賣到中國大陸 所以這一點其實確實也讓 中國大陸在要研發還有生產先進製程 不管是5奈米 3奈米 然後乃至於未來的2奈米 1奈米 都變得越來越困難 因為沒有機子外光的話 其實用深紫外光曝光機 它用重複曝光的方式 成本高良率低 終究就成本上面來講 商業效益不夠大 所以機子外光對中國大陸來說 此刻其實確實是重要的 但是除了機子外光 那麼它還有賣生紫外光 對不對 結果美國現在要求的是艾斯默執行 你連生紫外光 你賣過去之後 你不准再提供任何的維修 然後人員也不可以到工廠去協助 這對艾斯默執行來講 其實是極大的壓力 壓力來源是什麼 就艾斯默執行的角度來說 它當然要告訴大家說 即子外光 我現在還是全球領先 這是個事實 那至於說中國大陸這個地方 差距有多遠 有人估十年 有人估五年 這件事情我們沒有辦法 現在就做百分之百的驗證 你要等五年後 十年後 他們這一些光科技的公司 它能夠提出多少的成績單 我們來做最後的驗證 但是至少在生紫外光的光科技上面 他們已經感受到深刻的壓力了 如果你現在告訴我說 生紫外光我不能夠賣到中國大 我也許賣過去了 但是我不能提供維修 那不會有人要買我的生紫外光的 這些機器 那到最後怎麼辦 那你就是扶植了中國大陸的 這些相關的企業 它如果能夠做出生紫外光 對不起 它下一次可不可以變成 即子外光 其實那個速度反而會變得更快 所以它的喊話 與其說是諷刺中國大陸 或者是說要去喊話歐洲 不如說它是要為它的企業 然後再求一個生存之道 大陸就像在 其實在大概是去年的時候 黃仁勳曾經公開說過 他接受金融時報訪問的時候 他說我們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市場 全世界沒有人可以取代中國大陸市場 所以不要再叫我們放棄這個市場 那當然這個話現在他已經不能講 因為在政治上面的壓力越來越大 但是埃斯摩爾現在 他就是要告訴全世界說 我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市場 你們不要再逼我放棄 因為你去拿它的財報出來 它的第一季還有去年的第四季 它在中國大陸市場 佔它的營收的佔比 其實都超過了四成 所以壓力是非常大的 如果說它今天放棄了這個市場 第一我現有的營收就受到了壓力 而第二個部分是 我就培養了一個 就是讓我的對手可以成長的一個大市場 拱手讓給對手 那有一天他反過來 會成為我最大的競爭對手 好 黃仁勳 不管是黃仁勳或艾斯摩爾的高層 他們會有這樣的擔憂 絕對是能夠理解的 因為美中爭霸之下 我們看到大陸的部分研發 整個市場都越來越大 而我們也要持續來關心這個 來看到的是台積電在8月20號的動圖典禮上面 魏哲嘉他當然很高興啊 他說這個ESMCE是指歐洲 ESMCE只是踏上了歐洲征途的開始 歐盟執委會主席他也非常的開心 認為說台積電去了當地 對當地有絕對的幫助 但是另外一頭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美國的半導體大廠英特爾 因為財務虧損今年處分了一座 它在愛爾蘭的廠 這邊有49%的股份 那他也把他的安謀的股份 給持股都賣光了 為了就是要拿到現金 這個套現是達到了111億美元左右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先進製程領域 一邊是台積電現在上有絕對的優勢 另外一頭是大陸在成熟製程上面 全球產能現在可以達到三成 兩個地方加起來 華人就掌舵了整個世界半導體的趨勢 但是接下來有望繼續成長 甚至跟這個英特爾 因為我們看到他現在面臨衰退 繼續來抗衡 請老師幫我們看 首先我們第一個要看到 就是說為什麼會有這樣子 一個華人掌握世界半導體的趨勢 這是經過30年來全球化的一個成果 當然不可否認就是說 不管是在大陸或是在台灣 都非常重視工程的教育 我們非常多優秀的學生 投入了理工科的學科的訓練 去培養出非常多的工程師 但是也是因為過去這30年 有了一個人才 要素 資金 能夠自由流通的這樣一個全球化的平台 所以兩岸的華人都可以結合起來 一起來創造事業的版圖 那麼才有了台灣的半導體事業 不斷地向上攀升 大陸創造出這麼龐大的一個 半導體的生產的條件 當然這裡頭我們也不能夠 太過的自豪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台灣 不管是台灣也好 大陸也好 其實還有相當的生產的支撐 是來自於美國以及其他國家 特別是美國 比如像說在IC Design 就是半導體的設計 其實美國還是占最大的市場 這個份額 那以2022年來說 美國的IC Design 是佔了60%以上的市場的份額 那當然你說在美國這裡頭 還有NVIDIA AMD 這是屬於華人的企業 但是畢竟它是在美國這個土壤上 成長出來的 它跟美國這個地方的市場也好 供應商也好 有非常綿密的關係 所以說我覺得可以簡單的說 華人的這個半導體視野 是前景一片看好 但這個前景能夠繼續 能夠實現 還是有賴於這個全球化的這個趨勢 全球化的這個結構 能夠繼續下去 好 看完今天片 我們再往下游走 來看到消費市場 現在華為要推它的三折機 尤其大家看到的是 9月份就會即將登場了 有一些特性 包括它這一次的價格會比較高 然後貨量比較小 會是全新的 大家稱它做新的電子茅台 那另外華為它除了做三折機之外 現在呢有最新的 在車業上面的一個進展 跟長安汽車旗下的阿塔維 簽了一個股權轉讓 那接下來阿塔維就會購買 華為大約10%的一個股權 交易金額人民幣115億元 請教張建老師如何看 第一個問題是三折機 好 要推出了正面迎戰iPhone16 您如何看 第二個是華為現在在 車子領域的這件事情 我想三折機跟iPhone16 是否存在市場間隔 而且原來高端的客戶 它的忠誠度能不能繼續維持 我覺得這是我們後續觀察的重點 但是我要提起 華為從來不是目光是全球 從來不是只有在大陸市場 去擊敗iPhone16 它有全球的市場的雄心 所以其實有一段 我們要等一段時間 因為有些效應 必須像售貨服務 它的可靠度 你要等一段時間之後 才會浮現出來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能不能產生領航效應 就是說你因為用的不同的作業語言 所以後面那個作業系統 後面有沒有領航效應 其他APP會要繼續發展出來跟進 假如你能夠弄出來一大堆 跟沒有人跟進 那會差的很大 所以不要光是放在大陸市場 事實上要從全球的觀點來看 至於華為去跟阿維塔科技 成了策略聯盟 我想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它會謹守它的分寸 然後發揮它的特長 然後跟強者去合作 我們這樣子打個比方 我是做一套的 你要跟中華德利卡卡車 這個專屬廠商 還是跟Rose Rise的專屬批套 你當然挑全球最強的 對不對 我們有一句話講說是 這個華服有名流來穿戴 這個保健症狀是名碼配英雄 對不對 小學生背書包 對不對 那個討飯的就只能穿破棉 所以說強者都會在一起 對不對 今天來上環宇的節目 是因為跟鳳馨 還有跟左教授在一起 對不對 無形之中也拉抬我的身價 這就是這樣子 所以華為的策略也就是這樣 我們持續來關心的是 在經濟產業上面的消息 是來自於路透社的報導 我們來看到是華為 百度正在囤積三星電子生產的 這款高頻寬記憶體 HBM的晶片 這款叫做HBM21 好這個型號的部分 比目前最先進的這一款是 HBM3E版本 還要落後 達到了兩代 未來是可以用在華為的深騰 AI晶片的 目前主要三大的生產商 包括了南韓有兩家是 SK海力士跟三星 美國現在有一家是美光 大家也知道現在貿易戰下面 美國隨時都會出手 所以現在大陸也預作準備了 怕美國接下來恐怕還會將 加大它對它的晶片限制的出口 所以呢大陸企業趕緊來 囤積這一款高寬頻的記憶體 我們做一個統計 中國現在進口的 這來自於三星的HBM的 21晶片佔三星營收HBM款 達到三成 7月份南韓對中國的出口 也因此年征服達到了大約15%左右 至114美元創21個月新高了 剛剛提了 美國隨時都在針對中國做出各種的限制 包括在AI上面的各種限制 都非常的快又非常的猛 現在中國大陸像南韓大買 這一款晶片做囤貨 為什麼美國到現在都還沒有做管制 如果真的做了管制 真的就能夠掐住 接下來中國AI的發展嗎 委員你怎麼看 我們先說明一下大家講HBM 其實不是什麼特別的東西 它就是DRAM 那只是說它DRAM這一款東西 大概有四個或八個 這個DRAM的這種晶體 把它堆疊出來 把它堆疊出來 以前是平面的 現在把它堆疊出來 那堆疊出來的 它會有一個特殊的效果 這個效果就是說 速度會更快 然後所以叫做高 平觀會更寬 然後這一個曲名叫 High Band Width Memory 其實就是DRAM的晶體所堆積出來的 這樣堆積出來的一個方法 最早是有三星電子 跟SK海力4 還有AMD三家所開發出來的 那現在已經變成當道流行 為什麼以前不流行 現在流行 因為以前貴 你立體的3D 對起來總是比平面的來得貴 而且貴 那大家就不用 但是問題是 AI需要更快速的運算 所以AI這種快速的運算 它所需要的也要更快速的頻寬 然後更小的體積 然後更小的能耗 那堆疊晶片起來就是一個做法 但是成本高沒關係 反正我AI晶片也很貴 NVIDIA漲價漲了三倍 股價漲了12倍 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大家覺得說 我竟然花大錢買這麼貴的GPU的話 那我如果不配合一個 那效率上就沒有辦法充分運用 所以HBM就變成現在當紅炸子機 HBM早就有了 只是以前大家覺得太貴不划算 那這個美國有沒有要打壓HBM 現在GBM有兩款 HBM2E跟HBM3E 就不管它第二代第三代 那是技術問題 現在成熟的產品是第二代的 而且產量比較大的也是第二代的 那中國來掃貨 當然不管二代三代一起掃 全國先買 全國掃 那現在中國的HBM 剛開始自己做什麼長江存儲 開始在做這個東西 所以掃這個貨 那你說美國為什麼沒有禁止 美國來不及禁止 為什麼 因為生產HBM 有兩個大廠就在中國 一個叫SK海力士 一個叫三星電子 他們記憶體的大廠都在中國 已經在那裡了 已經在那邊了 所以這是涉及到他們 廠物調度規模的問題 所以對中國來講 不管你在韓國生產的 或者是韓國廠在中國生產的 只要有它就少 只要有就少貨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中國 在最近這一個月 七月份的時候 進口金融突然爆漲 跟這有關 因為它從韓國進貨 那事實上 SK海力士在其他國家都有設廠 那只要有的就少 有的就少 所以你看到七月份 中國的經濟 出口成長沒有太多 為什麼進口成長這麼高 那當然不只少機器 也要少原料 那少原料 就在等著 欸 要不要自裁啊 那等到說貨囤夠了 等到中國自己的產能上來了 然後中國目前HBM的產能 相對還是比例比較低 那等到上來了以後 那你自裁吧 你自裁我已經度過這個難關了 所以整個策略是這樣的 好 所以 因為這個三星他們自己 有在 Escalis有在中國自己做生產 但是如果說 美國也開始 限制這個 HBM出口中國 韓國會乖乖的聽話嗎 老師怎麼看 我會覺得就是說 你要韓國乖乖的聽話 其實美國要給 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利益 能夠去讓 南韓也好 或者是三星也好 他認為就是說 有利可圖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來講的話 其實我覺得美國的一個禁令 針對南韓 或是針對三星 他才能夠奏效 但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南韓 他也不是軟柿子 他也會盡可能在整個這個 中美國博弈的一個過程中間 去取得自己本身最佳的一個 戰略的一個位置 因為畢竟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 也就是說中國他其實 也進口了非常非常多的一個 南韓三星的一個 HBM21的一個晶片 那這樣的一個晶片 其實也佔三星 整體晶片營收的 HBM的晶片的一個營收 大概佔了30% 那所以7月的一個時候 數據就很明顯的講到 就是說南韓出口對中國的一個比例 已經增加14.9% 它就是一個 114億美元這樣的一個概面 創了21個月的一個新高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對南韓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一個利益 那你今天如果美國要出招 然後迫使南韓 或者是13星號 它能夠在這整個 它要在這整個 整個晶片的一個出口上面 特別針對中國的一個出口 去做相當程度的一個限制 這個是違反南韓的一個利益 違反南韓產業的一個利益 甚至違反南韓的一個國家利益嘛 那所以呢 如果你美國寄出這樣的一個禁令 那南韓當然會盯量就是說 你到底要拿什麼樣的一個資源跟我換 那所以現階段來講的話 其實我覺得南韓在跟美國談判的過程中間 南韓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個籌碼的 就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南韓真的願意一直做美國的一個小老弟嗎 這個一直是一個值得深究的一個問題 南韓它一定會去在自己本身的一個最佳 它找到自己本身最佳的一個戰略的一個地位 甚至某種程度 我認為它可以去打中國牌來平衡 美國對南韓之間 南韓的一種權力上面的一種要挾 因為畢竟我認為就是說 之前幾年 中韓的一個關係一直沒有非常非常的好 那其實現階段 南韓對中國的一個出口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的 在整個這個晶片的一個出口上面 既然已經有一定程度的一個利多 那這個部分來說 對南韓的一個經濟上面的一個支撐 或者是成長來講的話 確實是有效的 而且某種程度來講的話 也能夠去緩和中韓之間 本來比較不睦的一個關係 那美國你今天出手 那南韓到底要去跟 到底要去跟美國去怎麼樣博弈 我覺得中國牌就是一個非常非常邏輯 非常符合邏輯的一個概念 那第三個來講的話 就是就三星它自己本身的一個 經濟或產業上面的一個利益來講的話 今天已經咬到嘴巴裡面的一塊大肥肉 那你現在要我硬生生的把它吐出來 這個對於三星來講的話 也是一件情何以堪的一些事情 所以呢 站在企業的一個本位主義的一個利益考量上面 來講的話 我覺得跟美國 要談的一個部分還非常非常的多 好我們關心完這個AI晶片高科技領域 我們持續來關心也是高科技 現在華為說2024年最早最新的一個發展 是年初要以MAT60來連接它的衛星網路系統 所以我們剛剛的低軌衛星 我們現在也想要來看看 因為現在華為的這個系統 連接衛星網路可以來沿看 可以為未來帶來它的手機上多大的利益 那個基本跟我們短搭就好 謝謝 我們之前那個MAT60 Pro 那時候發表的時候 可以進行衛星通話 其實當時是它產品一個極大的亮點 因為大家都知道衛星電話又大 而且它的這個通信又貴喔 那試想你只要買一個MAT60 Pro 而且開中大功能 你居然可以進行衛星通話 也因此讓這一款手機 當時確實引發一股風潮 而且最近它連接衛星這種網路進行試驗 其實它本身效能不錯 包括上行1MB 然後下行就是這個下載5MB 這樣的一個功能 像你一般的微信 LINE 甚至你看一些不是超高畫質 就是高畫質的影片 你已經滿足它的需求 因此按照華為這麼強大的研發能力 未來它的功能獲得更進一步的優化 這是指日可待 因此這樣的功能對華為手機來講 當然它的附加價值 它的功能來講 就會與它的對手拉開 更重要的就是 如果這樣的一個普及化 相關的技術會被 為很多不同廠牌的手機使用 變成全世界手機 一個必須要有的標準功能 我認為這個 確實引發大家很多 對未來手機發展的一個想像空間 好華為又中槍囉 最新進展傳出 德國也要出手了 要棄華為 五年內分成兩個步驟 兩個階段 要徹底把華為 從德國的5G核心網路當中 踢出 西方國家到底在擔心什麼 那問題是我們從美國打華為的例子來看 一路這樣看下來 華為好像就是它越打它 它越奮發向上 華為的成熟晶片製程 現在說推進到了5奈米囉 我們先來看一下 德國政府最近這樣的一個最新的公佈 他說他要棄華為耶 當然不只是華為 他點名就是中國大陸這些企業嘛 華為跟中芯都在他點名的範圍當中 五年內完全禁用 分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先到2026年 2026年前當地的電信商 所以你必須把華為 把中芯這些大陸企業製造的技術設備 從德國的5G核心網路中移除 先是技術設備 2029年前零組件通通也不能用了 接下來包括大陸製造的天線 書店線這些零組件 也必須完全排除在外 好那大陸的回應是什麼呢 大陸駐德國使館就說了 你們每次都說是國安 但是國安是不是只是個藉口 是想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這根本就是赤裸裸的政治歧視嗎 我想先問一下這個大使 我們一起來看 其實怎麼強調呢 因為基本上每次都說國安 每次都說華為是不是有這國安疑慮 有間諜疑慮 可是都沒有實質證據拿得出來 那所以呢幾年前其實德國就說他要進華為了 問題是困難很多 為什麼 華為的5G設備給大家一個數字 在德國佔比高達6成 你把它全部禁掉之後 你的替代品是什麼 你還能跟誰買這樣的一個服務 會不會到時候就斷訊了呢 大使你怎麼看 我想回頭你剛剛講的一句話 替代品很複雜 你把它這個華為的這個 或中心棄除掉說得容易 可是當然誰來替換 替換的這個通信商或管理商 有專家已經估計出來 至少50億歐元 50億歐元的代價 這起跳 這是財政上的一個問題 第二個我個人覺得 從內政上來看的 這是主要是為了德國裡面的 通信業者的一個措施 內政部長來宣布 不是經濟部長 也不是他的消失總理 是內政部長 因為他內政部長 也涉及到管理他一些內部的 所謂的通信的安全 通信的業者這些人 可能是跟蕭茲未來的選情 有一點關係 因為蕭茲我了解 蕭茲在德國 或在歐盟內部 他的民調很低 很多人反對他 那麼中心也許有些內政的考量 所以把這個口號先喊出來 2026嘛 2029嘛 這還沒發生嘛 然後全是說 我是跟你們一掛 所以這些通信業者的選票 可能佔大多數 所以蕭茲為了要 就是please please這些業者 也是口號 但是能做得到 不容易 第一個我舉個例子 在實務上做不到的 像華為 德國是什麼工業最強 汽車工業 對 那麼德國現在有幾個 像奧迪 像Demmler 這兩個汽車工業的 華為呢 它都已經長期大概有 它的設備 這兩個汽車 大概幾乎八成要靠 華為的設備來 所以你就把華為去掉 那通信業去掉 那下一步了 那你會把汽車業 這是連帶關係的 不是橋歸橋路歸路 所以這個執行上 是有它的難度很高的 所以呢 然後呢 目前全球 全德國有 大概將近十萬個 所謂的這種 這種行動通信的 這個站 但是呢 華為它的 它的站比率 你剛講已經六成多了 所以目前 取代它的可能性不大 但我個人覺得這是 這是 而且這個德國呢 它現在就是 我講的話 就是中國的成語說 德國這樣做 開始其實德國 跟中國關係是不錯的 從那個蕭茲啊 過去這兩年 先後訪問兩次 訪問北京 對 帶來都是大批的 德國的產業界領袖 一起去訪問北京 還引起歐盟內部的不滿 對蕭茲好像比較親忠 這內政部長所宣布的 是為國家安全的需要 這個是很 很很 很苍白的一個號碼 對 什麼叫國家安全 那定義何來 所以因此呢 總而言之呢 它將來執行的可能性 而且前幾個 萬一今天要是 川普又上來之後呢 整個情況又 要整個為之批變 所以呢這個 是不是能夠做得到 能不能執行的成功 而且你剛剛講 有些還有些 華為這兩年 已經被磨成一個 擺這個 這個 跟不敗的 一個不敗的一條農藥 它一直持續 連Economist 兩個月前 封面就是說 西方的這種 歐美的這種 要扼殺華為的這種 跟西方的那個業者的聯繫 根本不再沒有把它消滅掉 反正讓華為 它產生更大的一個創意 更大的 它的業績越來步步上升 好的 那大使我們一起來看 其實還有個最近消息 我們來看大陸 大陸官方有這樣的一個回應 這是大陸官方的回應 怎麼說呢 你要禁我是不是 你要把我全部剔除是不是 但也很好笑啊 你看喔 這個 大陸的環球時報 這樣的社評說 接下來你知道嗎 6G其實在世界上 已經開始開發 很多人都在研發6G了 你西方世界還在糾結5G 你現在說5年內把我剔除 問題是到了2029 2030年 那時候可能大家都已經在用6G了啦 5G可能已經慢慢又要視為 現在這世界跑很快的 環球時報說 6G賽道已經開跑了 你還在糾結中國的5G社評 其實在全球領先的中國 再接再厲往前推動 都已經到6G技術研發囉 有些國家還在糾結這個5G技術 到底該用哪家公司的啦 所以其實怎麼講也是蠻諷刺的 那當然我們跟劉老師一起來討論 就是說 其實教授我們在上半年就講過了 華為真的很厲害 越打它真的就越奮發向上 它的半導體技術 你真的不容小覷 上半年我們提到的就是它的 智慧型的旗艦手機 Mate60 那時候推出還帶著它的業績 持續往上攻高 現在又來囉 欸 Mate70馬上喔 據傳啦 9月份會出來 打的是蘋果嘛 就是蘋果對打 那我們來看到它接下來 這個Mate70能夠搭載 哪一些的相關系統 這個最新手機 接下來可能採用的是 中芯的5奈米喔 上次只是7奈米 再往前推進囉 5奈米要出來了嗎 欸不知道喔 看它接下來手機推出就知道 而且它的性能 會超過高通驍龍這個 8第二代 那科技報導怎麼說的 說這個Mate70 Mate70的這個智慧型手機 會搭載新處理器 是麒麟9100之外 會由中芯的5奈米來打 照出它的這個晶片 它就超過高通 再來它說中芯會用DUV 就是我們講的這個 生子外光 而不是EUV來生產 所謂的5奈米製程喔 因為現在大陸是用的是DUV嘛 雖然說高成本啦 低量能 但是這樣的突破 能夠讓華為縮小 它的處理器性能的落差 劉老師你怎麼來做觀察 華為真的是越打越厲害嗎 所以基本上我會認為就是說 手機的推陳初心 或者是整個的一個升級來講的話 其實對手機的品牌 都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行銷的一個事件 因為畢竟來講的話 就是說我新手機 比如說2023的時候 華為的Mate60 它就造成相當程度的一個風潮 那今年這個9月 它就supposed應該是要公佈它的Mate70 那Mate70來說的話 就手機品牌的一個邏輯 跟市場的一個觀察來講的話 都會不斷的推測你 到底有什麼樣的新的一些相關的一些技術 因為通常來講的話 會有區隔前一代的一個亮點 剛剛士芬也有提到一些相關的一些概念 也就是說今天它的一個處理器 如果在升級來講的話 或是在功能上面 去超過高通的整個驍龍8的第二代來講的話 它其實就有相當程度立於不敗之地 所以在這整個行銷或是網路的一個聲量上面 都會有相當程度的一種拉伸 直接刺激銷量 那所以呢 就手機品牌的一個launch新機 這樣的一個邏輯來講的話 它的一個亮點 絕對可以滿足這整個市場的一個需求 不然的話 它在網路上面的聲量 負評就會大於正評 那在行銷的一個拓銷力道上面 也有相當程度的一個局限性 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 其實剛剛士芬已經有非常非常清楚提到 這次它的一些相關的一些性能 新的一個處理器 麒麟9100來講的話 傳說是由中芯5奈米的一個晶片 來作為一個打造 那所以 市場也有傳說相關的一些資訊 也就是說 因為中芯它沒有辦法取得 所謂的一個 極紫外光的一個微影的一個設備 它所以用的是一個 深紫外光的一個曝光的一個曝光器 藉由整個這個多重圖形 推進到5奈米 那所以就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它的一個成本沒有辦法 跟一般的一個量產 先進製程晶片的一個量產的一個 邏輯去做比拼 那但就是說呢 從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脈絡來看的話 其實對於華為 它的一個醉型手機的一個處理器的一個 升級換代 反而是有相當程度的一個幫助的 那所以從這些市場 它所釋出的相關資訊來看的話 其實外界對於這整個9月 會Lunch出來的整個華為的Mate 70來講的話 還是有相當程度的一個期待 這也就是說 一般來講的話 手機的一個新產品 它要推出的一個過程中間 或許都會用所謂飢餓營 飢餓行銷這樣的一種邏輯 我釋出相關一些資訊 讓你會覺得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手機 跟其他的一個競品 會有一定程度的一個區隔性 那你對它這個興趣就會滿滿 那所以我會認為就是說 確實華為在美國 不斷打壓的一個過程中間 還是體驗出了一個 生命會自己找到出路 這樣的一個相關的一個脈絡 那當然就是說 我們講回來美國 美國這個圍堵先進製程的一個晶片 包括它這個設備來講的話 不能夠輸往中國或中國的一個廠商 這部分我覺得是美國 不得不然的一個作為 因為畢竟來講的話就是說 我美國如果祭出這些相關 圍堵的一些政策來講的話 我都不一定能夠圍堵 你華為或者是中國的企業 自己研發高階的一個晶片的一個製程 那遑論是我不圍堵 那我今天美國圍堵來講的話 對我美國有一個實際的一個效果 就是說我至少可以延緩你 中國這些相關高階晶片 追上我美國的一些時間的一個range 那所以從這個邏輯來講的話 對美國當然是有相當程度的一個利多了 是 可是大陸市場你要說 你真是又愛又恨 你真的不能放棄它 為什麼 這個老師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這是這個艾斯莫爾執行長自己說的 多關鍵呢 艾斯莫爾執行長這樣說 包括德國車廠在內 他說全球晶片買家 你都需要大陸生產的傳統晶片 為什麼 因為西方國家的投資不夠 所以目前就連歐洲 它自己一半的需求 它都沒有辦法買足 你需要它供應 再來你也需要這個買家的存在 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說了 中國大陸今年投入晶片設備 會佔據全球32%的份額 這個會位居全球市場領先定位 沒有辦法動搖的 所以基本上現在從艾斯莫爾執行長的談話 到國際半導體協會產業的預測 這在在都是顯示什麼意思 老師 我想大家必須要有個認識 承認我們剛剛討論的半天 這個華為中心它也就是相當爭氣 但是沒有產業是不能取代 但是我們真正的問題是 你要由誰能取代 假如人家可以取代華為 老早就不會等五年了 立刻就要把華為禁掉了 所以它有它真正的不可替代性 但是江山帶有財人出 一代新人換舊人 我們要仔細想想看 當年Nokia多囂張 Kodak多囂張 後來它不願意去做電子攝影 然後還維持在膠片 最後就被輻射彩色追過去了 NetScape當年是最好的瀏覽器 最後不也要消散的 全路當年在傳真機上 或者這個復營機上那多好 所以今天在這個狀況之下 就是我們證明了一件事 進行政治力的介入 不足以完全扭曲市場經濟運行的規則 所以這個大家將本求利 你還是要靠市場的利潤來支持你 所以北京擴大這些產製的能量的 這個晶片設備的採購 並不代表它會放棄繼續研發 而且整個製程 成如剛才澤君所講的 這個就完全是自產權自主 自己的製程自力更生 然後去掌握所有生產要素 不要去受制別人 然後讓整個工序全部 所有環節能夠掌握在自己 其中包括原料機具技術專利 資料數據環控平管 對不對 總而言之 這個因為一直是被封殺 從這個兩旦一新的時代到現在 但是我想最重要一個關鍵 我們覺得觀察的這個視角 要從哪接入呢 就是現在中國大陸的高科技展業 能不能帶動其他的業者搭配跟進 而且它有沒有能這樣建立所謂的 規格的話語權 這怎麼講來呢 就是說像我們現在都知道 華為提出鴻蒙 對不對 然後希望不要再仰賴Android 對不對 大家市場要用 對 問題是有沒有很多的APP 全部都這樣跟進 有沒有人家都跟著去做 所以我們今天有看到 當年的蘋果跟DOS在那邊對打 後來Window跟蘋果這邊對打 所以這個現實是非常殘酷的 你假如不能領先 對不對 落後就是挨打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我覺得中國大陸 即使今天看那個獎說 今天32%他拼命在載購 現在是因為求得到你 Asmore不是傻瓜 對不對 總有一天他不求到我的話 不僅一腳把我踢開了 我們看到這一次的任務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他特別致電來祝賀說 大陸建設了航天強國 還有科技強國 又取得了又另外一個 非常標誌性的成果 那曾經和長得6號合作的這位 是義大利的研究員 他則是認為目前 登月季的分排上的比分 是4比0.5 他說現在是由中國大陸領先的 另外一頭我們來看到美國的進度了 美國其實最近在高科技領域 則是頻頻受挫 這個是波音公司的這個太空船 星際飛機經過多年的延遲 再加上發射前 他出現了機械電腦故障 兩次喊咖 終於在6月5號正式的 將這個星際的飛機送上太空軌道 進行第一次的載人飛行任務了 長得6號突破了航天科技的這個進度 我們看到NASA這一頭確實有許多的問題 說返回地球日期要延後 美方月球探測現在到底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雲中老師 事實上剛才介亞史提到 鄭核下西洋 那我們藉由這個歷史 其實剛好點出美國現在它這個 為什麼好像被中國反超 就是因為它現在所有本來這個科技活動 或是這樣子一個太空計畫 它被政治干擾 那什麼叫被政治干擾 像我們剛才講說鄭核下西洋 原先如果鄭核的船隊它是往其他方向前進化 可能地理大方向是我們中國大發現 那現在美國它就犯了同樣的問題 比如說剛才我們提到波音的太空船的星際飛機 那個波音的飛機在地球都飛不好了 你看門都這個破了跳下來等等 那但這個時候也不是說朝向 因為我們科技是講這個確實的結果 那我回到剛才就是說 為什麼這個美國它這個被政治干擾很多 因為事實上當初的美國人登月的時候 其實首先是蘇聯 那時候是蘇聯 蘇聯它首先開發出可以登月的火箭 所以那時候美國人召集了 那後來蘇聯在1990年解體之後 美國人反而就不繼續這個太空計畫 那我們就有一個有趣的比如說 美國好像在做這個太空計畫 它是好像在跑百米 然後後面它就 因為沒有對手它就不做了 那我這邊也提供一些這個數據 跟實際的發生的狀況 供來賓還有各位觀眾朋友參考 美國在2014年是小布希當總統 那時候他就宣布一個 太空探索計畫的三階段願景 然後05年的時候也推出一個叫星座計畫 一直標榜就說要讓美國太空人重返月球 還要建立基地什麼等等 但後來歐巴馬上台又就把它廢除掉 那到了那個川普 那川普我們知道他講話都會講得很偉大 什麼讓美國再度偉大 他還甚至提出說讓月球再度偉大 那時候他簽署了一個太空政策一號指令 Space Policy Directive 1 要做什麼2017年一上台 他就說要把不但把太空人要 美國太空人送回月球 他還要這個做這個太空站 就是這些各式各樣的計畫 那後來當然就是拜登上台以後 那民主黨他比較關心氣候問 又把這個計畫廢除掉 所以這個本來科學跟經濟的原理也是一樣 你就是不能中間中段也不能跳躍 也不能說突發奇想 但事實上美國也不是完全是這樣 因為像我們知道很熟悉的馬斯克 他一直推出這個SpaceX 就是說美國他這種尊重經濟的原理 然後重視科技 他還是在民間是很發達 那比方說這個SpaceX 他之前推出這個 就是傳說所謂興建 那他是可以宣稱說再超過100 雖然後面是失敗了 但是我剛才提的意思就是說 不能政治掛算 因為政治掛算的話他就會中斷 他就會意識形態 那美國現在為什麼被中國反召 他就是面臨同樣的一個狀況跟問題 是 老師又怎麼看在科學研究的方面 中方有怎麼樣的強化跟轉型 因為這個問題 如果說是以整個科技來講 我是覺得這個問題就是一個大猜問 那我們還是接續現在這個case 那就是說以大陸最近登月的成績 我這邊我用三個特徵形容 就是現在中方 就是大陸他們的科學研究跟發展 他不拖三個特徵 第一個叫務實 第二個他是有步驟的 而且他永遠不放棄 繼續跟世界跟西方取經 這個什麼意思呢 比方說當初他們 其實有一個故事是這樣說 在那個1992年前後 那時候其實 就有大陸那邊的科技人建議說 在五年後就是1997年的時候 要發射一個火箭 然後帶著一個有中國標誌的鐵 一個物質到這個月亮上 然後慶祝97年的香港回歸 就沒有這個報告到了這個中央 就被否決掉 說明很早很早之際 大陸他就是務實的在看到科學發展 就是不要那種政治掛出來的 拍馬屁那種文化等等 統統不要 那後來他們開始這個嫦娥 這個幾號幾號這樣登月的時候 他們制定了一個非常務實的 分為繞落回三個階段 什麼意思呢 我們先繞 然後呢你要讓這個火箭 能夠落地也能夠回來 那在2020年之前呢 他們那時候只認為說 我們只要達到在月球採樣的 採回樣本的目標就可以 那事實上現在是2024年 它已經達到了 那如果這樣計算來講 在過去這二十幾年 就像我剛才的行動 大陸他這個有關的科學發展 他不但是務實 而且他也有步驟 而且他不斷的 還是保持一個開放跟國際合作的態度 像人民日報曾經就有刊登過一個相關的文章 他呼籲什麼 比如我剛才提到SpaceX 對不對 那他是美國很強大民間的力量跟優秀人士 那大陸他人民日報官網 他也說我們拜託拜託不要一直 你們這些大的互聯網巨頭不要一直都低頭看這個人民幣 是不是你們抬頭看一下月亮 學學美國人 所以這種種種要素就促成了 因為今天這個成績會說話 而且剛才我講了說這三個特徵 也說明他們這種科學的發展 經濟的發展 它是依循這樣子非常理性的合理的規律 是好謝謝老師的補充 好關心完整個太空我們來關心到這產業消息 華為宣布投入16.6億美元在上海設立研發中心 全力要打造是先進晶片製造的設備還有EUV曝光機 我們看到就在中國大陸致力在打造它的國產EUV同時 現在看到這一位來看到一些半導體傳奇人物 有台積電研發六七四之一的林本堅他怎麼評論 他特別說當年他曾經率先研發193奈米的 淨潤式微影設備的技術 靠著DUV就讓艾斯摩爾帶來了大力度 而且打敗了當時的競爭對手就是日本 好時空我們把他拉到今日 他對於中方目前自主發展設備 最後以理路並不悲觀 理由是什麼我們看到畫面上林本堅怎麼說 他說艾斯摩爾接下來要面對的風險 不是只是說可能會失去中國大陸的市場 導致半導體科技轉緩 他也認為未來如果中國大陸半導體廠自行開發出另一套製程設備 是有可能反過來和艾斯摩爾做競爭的 這節我們要來關心到的是大陸在沒有EUV的狀況之下 能多快實現晶片自主化還有半導體推手 梁孟松將如何帶領中國大陸實踐 國產晶片自主化的大夢 這位教父他不會擔心中方沒有設備停擺 如何研判華為距離自主的設備 還要多久時間 委員 首先我們談一下林本堅是一個半導體科技界的傳奇人物 他曾經在很早之前寫過一篇論文 這個論文是從哪個概念來的 我們只要把一個筷子放到水裡面 你會發現說筷子會折射會彎彎的 而且會放大 這個理論在基礎在於說光線到了水裡面 波長會縮短 一縮短的話解析度會提高 這個很簡單的物理學原理 他就想到一點說 那我們在做這個半導體晶片的這種屬刻 就是要把線路刻在半導體上面的時候 如果在鏡頭跟晶片中間放上水的話 那會不會使得光線波長會縮短 使得這個解析度提高呢 理論上當然可以 但是他一寫出這個論文大家都嘲笑他 那個叫什麼 叫做白雪公主的夢 可是經過他奔走的話 當然張宗某竟然相信啊 他跑了十幾年沒有人理他 張宗某相信了 請他回到台灣來 開發靜潤式的圍影技術 然後就找上艾茲摩偶來做機器設備 所以艾茲摩偶今天發達應該感謝林本堅 就是因為這種靜潤式的圍影的技術 再加上利用了德國蔡司光學的這種鏡頭 使得原來的光線可以使用到的所謂深紫光 進一步到了極紫光的一個地步 那中國大陸懂不懂這個道理 懂啊怎麼不懂啊 以前沒有人相信 中國大陸現在每個人都相信 再來就是中國大陸有全世界 僅次於台灣的DUV的機器 它現場有機器 所以要逆向工程要複製難度就會降低了 你說哎呀美國禁止蔡司 把鏡頭賣給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自己來啊 蔡司的鏡頭是一個很重要的挑戰 靜潤式的這個機器機台是很大的挑戰 但是從DUV要把它復刻出一個 艾斯摩爾水平的一個光刻機 難度不高 所以當時美國禁止這個 艾斯摩爾賣機器給中國大陸的時候 我跟大部分的看法一樣 大陸三五年都可以追上來 道理就是你如果完全 從一片荒蕪之地去摸手 那當然困難重重啊 你現在看到說喔 這個原來介大事長成這樣子 我就用3D類印把介大事給類印出來 大概就是用概念 那所以華為投資了這麼多錢下去 應該很快會後來居上 中國大陸的DUV機器 我預計三年內一定出現 那至於極齒光啦 EUV啦 它的挑戰是因為有些專利是在美國手上 這是比較囉嗦 所以中國要繞開這個專利 去把DUV的光源給製造出來 那這個艾斯摩爾自己講大概五年吧 所以如果真的中國大陸可以製造機器的話 這個機器會變成麵粉價 現在DUV一台多少 一億五千萬美金耶 貴得不得了耶 然後EUV更貴 幾乎到三億到四億美金 現在又在漲價 因為什麼 三星也要買 三星也要買 很多工廠 而且主要是Intel也要買 因為吹牛說我有新的製程 配合上這個最好的光刻機 我可以打敗台積電 當然讓積電為止 還只是口頭上有這種成績而已 那中國大陸一定要靠自己 這個就像說你轟炸機沒有自己做 戰鬥機沒有自己做 航空母艦自己做 太空戰自己做 商業熊想辦法自己來 中國人不能期待美國人有任何善意 他要打壓在這個產業 但是只要中國人一突破的話 那個DUV一台至少會打對折 會很便宜 那很便宜的話 我們的半導體的生產成本 就會大幅下降 不要現在 跟那個 輝打買一個晶片 哇動不動都好多萬塊啊 然後那麼貴了 他成本低得很 所以利潤高得很 就造成現在輝打股票一直漲 我們當然不是說輝打股票不要漲 但是你可以不要賺那麼多吧 所以讓我們整個人類共享科技發展的成果 所以中國如果在光科技突破的話 會為人類帶來更大的幸福 會讓半導體科技藉拿 產生更多的產量 地人政治 內政之間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動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大戰線 全球觀點